让草草的身体不窃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平安 神专爱我们 祂拣选我们 早晨一起来敬拜这位爱我们的神 你仰恋 保守你所爱的 你护贫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 从与你力碰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你仰恋 保守你所爱的 你护贫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 从与你力碰起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去 你逢神的既应许 世界也不能躲去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信心领去 你恩典永不止息 看见美好应许 我凭着信心领去 成就 潮与你力碰起 你仰恋 保守你所爱的 你护贫 永远不离不弃 如果你确定 你护贫 你护贫 我 从与你离离 放我 再离你熟悉 我凭着星星离去 没风生的依应许 世界也不能多虚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星星离去 你恩典永不窒息 看见美好 你许真正荣耀 全都归于你 我的候逐我相信 你爱若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多虚 神美好的旨意 我的候逐我相信 你指引到过我的 看见美好 你许真正 我全心 全已经来的 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 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但基督里都是是的 主啊 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永不改变 主啊 相信你的应许永不摇动 主啊 你美好的旨意 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揭 主啊 我们向你身上感恩 主啊 你的旨意 总是高过我们的旨意 你的力量高过我们的旨意 世界也不能多虚 神美好的旨意 我凭着星星离去 你的天又不窒息 看见美好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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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真正 更漂亮 全都会欲离 我的候逐我相信 你爱若永不放弃 世线也不能多虚 神美好的旨意 世线也不能多虚 神美好的旨意 我的候逐我相信 你之以饱离我我地 看见美好的旨意 征证 我全形 全引擎白米 耶稣 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唯有耶稣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赞美 主啊 祢说祢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 主啊 我们相信祢的应许永不改变 我们相信祢有美好的旨意 要成就在我们当中 耶稣 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啊 是的 主耶稣我祷告 今天是许多人结束受苦的日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今天要分享受苦与昌圣 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一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赤子起名叫以法莲 就是使之昌圣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圣 我们看到约瑟从三十岁出监狱 成为法老的宰相 之后法老给他娶妻 生了两个儿子 给他两个儿子取名字的意义 一个就是要忘记他过去的困苦 包括他附加带给他的困苦 一个他相信神使他在受苦之地昌圣 我们从约瑟给他两个儿子起名字的意义 就可以了解 约瑟决定让自己结束受苦的日子 让他的人生可以重新的开始 为什么约瑟会以马拿西跟以法莲取名呢 要从约瑟十七岁所起 约瑟十七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天真 他得到父亲的宠爱 他穿着彩衣晃来晃去 然后他领受异象 到处讲他的异象 这三件事情都让他的哥哥们非常的恨他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他哥哥们恨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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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恨他 有一天 爸爸叫他去看他哥哥们 可能送个便当给他们 但是那一天他的人生就翻天覆地 人生就变了 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 然后卖给以什玛利人 结果他一夜之间 从一个王子一样的生活变成了奴仆 他开始了解到人性中间的残忍 世界的残忍跟无知 那么过了你看看 整整有十六年的时间 他到了三十岁 他才出监狱 所以你看到十七岁到三十岁 那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痛苦的日子 我们的人生也一样 我们的人生总有一段的时间 是一个痛苦的时间 我们生命就是一段痛苦的时间 可能是婚姻 可能是服事 也有可能是健康 总而言之 神允许我们 特别是基督徒 在你一生中有一段受苦的时间 可能是掉在婚姻的坑 工作的坑 服事的坑 都可能 但是我们完全地相信 神允许我们受苦是有原因的 一个受过苦的婚姻 有一天会更加的幸福 一个受过苦的工作 有一天让你更上一层楼 你受过苦的服事 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会结实累累 因此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受苦中 我们要明白 神允许我们受苦 因为神要使每一个神的儿女 在受苦之地藏身 约瑟的故事不断地告诉我们 不管你曾经经历多少的痛苦 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能是曾经经历各样的痛苦 神可以使你忘记你受的痛苦 不管你现在受多大的痛苦跟折磨 我们要相信 神可以让我们在受苦之地 变成昌神 受苦是为了预备我们进入昌神 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有四件事情对我们是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的 第一个事情是你要知道 在受苦的时候 神与你同在 你会看到创世纪39章在那里 最多出现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39章了 约瑟在做奴仆的时候 你看到神与他同在 所以圣经形容 即使做奴仆 你看到凡他所办的事 尽都顺利 后来约瑟又被陷害 进入监狱里头 即使在监狱中 圣经还是说 神与约瑟同在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你在受苦的时候 要知道一件事情 即便你在受苦 但神仍然与你同在 或许你感受不到 但你真的要信心来相信 在你受苦的时候 神没有离开你 神依然与你同在 第二件事情 在受苦的时候 不要向罪妥协 双世纪39章9节 你看到当约瑟很不容易 从奴仆做到的总管 但是人长得帅 也有麻烦 就看到他的女主人 开始引诱他 但是你看到 约瑟说什么 约瑟说在这家里 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 不交给我 只留下的你 因此你是他的妻子 我只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 约瑟不是因为 没有人看见 约瑟不是说 埃及的风俗是如此 约瑟不是说 是那女人主动引诱我 约瑟说我只能做这大恶 得罪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你受苦的时候 不要因为软弱 就跟罪妥协 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更不可以跟罪妥协 你要跟神蒙福的一样 活出圣洁的生活 约瑟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看见 是那个女人主动引诱他 但约瑟敬畏神 他不向罪妥协 这是在受苦的时候 你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情 在受苦的时候 有第三件事情是 在受苦的时候 你还是要去服侍人 你知道约瑟 他从王子变成奴仆 你看到很不容易 奴仆能做什么 就是服侍人的事 后来他被陷害 进入到王的监狱里面 神与他同在 监狱长叫约瑟说 你要去服侍两个大官 就九真以善长 被送进来了 要去服侍他 他就去服侍 他自己已经很糟了 他自己已经很悲惨了 但是他看见这两个人 有愁闷的样子 你看到 你看到他还是去服侍 九真跟善长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约瑟能够出监意 很关键的一步 因为他去服侍 九真跟善长 才有解梦的机会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在你受苦的时候 一定要去服侍 因为那常常 是上帝把你带出苦难 很关键的一个机会 神把一个服侍的机会 放在你的面前 虽然你心情不好 虽然你正在受委屈 虽然你被陷害 但是神怎么帮助你 脱离你的痛苦呢 神往往是把一个服侍的机会 摆在你的面前 当你去服侍 你会看到 那是一把钥匙 能够打开监狱的门 所以你在你受苦的时候 不要说我受苦我不想服侍 我受委屈我不想服侍 我被误解我不想服侍 如果你想结束你的苦难 神往往是把一个服侍的机会 放在你的面前 当你去服侍 那是一把钥匙 所以受苦的时候 要记得要去服侍人 要去服侍人 第四个 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约瑟跟他哥哥相认的时候 他讲一段很让我们感动的话 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 自由之恨 这是神猜我在以前 来为要保全生命 他后来甚至这样说 他甚至这样说 他说人的意识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识原是好的 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你会看见 约瑟经历这些的苦难之后 他有一天他终于能够明白 为什么哥哥们把他陷害他 送到埃及来 哥哥们当然不明白神的旨意 他起初也不明白 但是他有一天 他终于明白 神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他在埃及来做宰相 好来拯救雅各家 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 所以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 他就不会斤斤计较 他就不会很执着地说 哥哥们害我 哥哥们害我都是你 你看你没有害死我 我现在当宰相 我要整你 他不会这样想 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 他说 他说 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这样看来 猜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约瑟把他定义 哥哥们是卖他 他定义 神是猜他来 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 不是紧紧地抓着 人们怎么对你 人们怎么陷害你 人们怎么把你卖了 如果你一生紧紧地抓着这个仇恨 你走不出你心灵的监狱 你固然走出肉体的监狱 可是你心灵的监狱你走不出来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当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会从神的旨意来理解 这世界上你所受的苦 你会得到自由 你会走出你生命中真正的受苦 真希望今天早上 今天听见信息的人 是结束你受苦的日子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间 是受苦的日子 可是这一段时间的受苦 是要预备你 进入神所预备的长生 让我们来祷告 第一个祷告是 让我们为我们周遭 正在受苦中的人祷告 求神让他在受苦的当中 真正经历神的同在 你所认识的人 你周遭的人 我们一起同生地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知道 正要许多的弟兄死命正在受苦 有些人在身体上 在培政里面 做化疗生 有些人在工作上的压力下 受到极大的折磨 但是主神里总有一段受苦的 信仰帮助了我们基属 耶稣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 能够清朝这些利益 伤掉 罕determ 可是罗磨 叶子 我们祷告祢 主啊 早晨要为着在受苦当中的人祷告 主啊 祢的话语说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祢是我们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主啊 早晨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特别经历到 主啊 祢绝不撇下我们 祢也不丢弃我们 因为祢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我们虽经过水火 祢却领我们到宽阔之地 耶稣 我们向祢献上祷告 谢谢耶稣 是的 主 主 祢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空常来 主 当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 主 祢更是与我们同在 主 祢也是那为我们擦去眼泪的主 主 帮助我们即便在患难中哀嚎 在悲伤中流泪的时候 主 我们也经历祢的同在 主 让我们在祢的同在中 更明白祢的旨意 因为祢是那不离弃我们的神 祢是那施行拯救的神 谢谢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第二个祷告 人生总有一段受苦的时间 为我们自己祷告好吗 有大苦 有小苦 有各样的苦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自己按着神的旨意来受苦 我们同生地开口祷告 耶稣 神命中总是有苦楚 不时的苦 不可是各样的苦 但是主啊又大苦又小苦 各样的苦 这是主帮助我们 让我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身中 让我知道神的耐用 让我在受苦中受苦识 让我在受苦中 能够更深地知道 耶稣更专身的旨意地 耶稣帮助我们爱 让我受苦中 能够能够感受 远离一切中心的神 帮助我能够按着神的生活 上帝我们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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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让我们将自己的生命 本放在你面前 我们多么渴望连接生命的主 主 你所应许给我们 在经上说就是永生 主 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时常地 定睛在永恒生命的益处上 主 我们深知到这日光之下 所受的一切苦都是精炼 理性上我们知道 但感性上我们时常是软弱的 因此就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时刻地 来到你面前 主 这是一种定义 这是一种需要 这是一种成名自己的软弱 这是一种向你的敬拜 主 因为我们每天早上 甚至每天夜晚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情况 或者失眠或者精神已经焦虑到一个地步 主 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 让我们知道你没有力气我们 主 你一直以来都能够可以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着生命的泉源 很多时候是我们看不见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甘堕落或者忘记了 主 恳求你 使我们能够可以有一个提升的眼光 让我们去看见 主 你的意思 竖来都是好的 即或要经过许多的苦楚 但是当我们领受 属乎你圣灵给我们那生命活泉的时候 我必要再次活过来 好 向经文告诉我们 若不在活人之地 看见你的救恩 我早就丧胆了 主 求你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是的 主 我们不只在顺境要来赞美你 我们更是在逆境要来赞美你 主 求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力量 帮助我们在人生的风暴里面 不应周围的环境 我们的心中开始起疑 开始胡思乱想 而是更多来抓住你的应许 因为你应许赐福的话 一句都不会落空 主 我们已经蒙圣灵重生 蒙宝血洗尽 哪怕试炼接二连三地临到我们中间 我们仍然要靠你常常喜乐 称颂你可纪念的生命 谢谢主 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主 让你允许这些逆境临到我们中间 要保守我们学到宝贵的功课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得生的名 阿们 第三件事情 我们为教会祷告 不仅能让许多受苦的人进入教会 我们更要帮助更多受苦的人 进入神所预备的常圣 我们同声地开口祷告 启称让我们先到的 anic举行 该独公 cultural leather 提出的是我们受伤痛 san 许多 resemble 抓狂街 虎居民口是 所预夹的 这一째 敏鸿 咬胡 tienes 什么 拖延 与你 与你 拖延 这外悔 兄弟 受吩咬 愿 按住 Home 或命 它们以上 绕 对 我们 在 005 早 耶稣我们祷告你 为教会来祷告 主啊教会是神的家 主啊愿许多受苦的人 在神的家中 在主的爱里面 能够得着恢复 主啊受苦的人 在主的家里头 能够有病的得着医治 软弱的都变为刚强 贫穷的成为富足 过去的痛苦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 主啊相信有这丰盛的应许 要成就在我们中间 耶稣我们赞美你 是的主 主愿祢祝福祢的教会 能够成为祢祝福的管道 主让许多人进到教会里来 他就重新有了新的生命 重新有了喜乐和盼望 主谢谢祢 愿祢帮助祢的教会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父神我祷告你 今天是许多的人 结束流泪 结束受苦的日子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能靠住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夺取 这美好的指引 我能靠住我相信 你只意到我末底 看见美好应许 拯救我全心 却已经爱你 你bo了? 父神我不是很难以ving